大家好 我是艾菲尔为你播报 12月6号到12月12号的重要星象 以及这个十二星座的运势分析 那么在这一周呢 我观察到这个星盘当中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呢 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甚至到社会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究竟是哪个重要的星象呢 第一个呢 是金星合到了冥王星 大家都知道金星呢 是西洋星座的爱情星 也是财星 那么冥王星呢 它是一个代表破坏 也代表重生 也代表一些纠葛 也代表一些这种 业力的一些星星 那么金星合到了冥王星 究竟会对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在这一周呢 会有一些强烈的爱情 或者是刻骨铭心的爱恋出现 如果说你是金牛座 或者说你是天蝎座 那么你这种关于感情纠葛 以及纠缠的这种情绪 会更为的强烈 以及更为的感受得到这份 藉由天体所造成你情绪的能量的变化 那么再来第二个部分 金星跟冥王星的合相 它也会纠缠跟金钱有关的事情 所以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这一周12月6号到12月12号 你可能会同时面临感情的问题 以及感情所带来的金钱的问题 但是要切记都不是好事 比较是属于麻烦的事情 那么在第二个重要的星象的部分 是火星90度木星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么但是这个星象的一个变化 它主要会影响到社会当中的气氛 以及当时社会当中的 每一个人的情绪 为什么呢 火星大家都知道 它跟每一个人的欲望有关 也跟每一个人的脾气有关 也跟每一个人的冲动有关 那么木星呢 它是这个每一年的岁星 所以呢当火星跟90度 这个木星的话 那么代表说 在这一周的社会的气氛 大家可以从新闻当中所得知 是比较充满冲突 比较充满怨对 人与人之间 或是人跟社会之间 比较多摩擦的一个 一周的一个状况 那么最有趣的事情是 在这个2021年的12月18号 即将要举办公投 所以呢在12月12号的这一周 等于说公投前一周 我觉得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 社会的气氛的不和谐 那么也提醒大家 在这一周呢 一定要让自己平静 不要随着这个环境的 这一些喧嚣而影响到你的心情 那么讲完了重要的 这个星象的部分呢 我们来分析 十二星座在这一周呢 具体呢会发生哪些的事情 那么在牡羊座的朋友呢 在这一周呢 需要注意一下生活浪费的问题 大家都感觉到 现在的经济啊 现在的物价啊 现在的商品啊 都是一个比较物价 比较高的状况 所以呢提醒牡羊座的朋友 要避免浪费 那么金牛座呢 重要的一个提醒是 在职场当中呢 感情的互动会出现结束 但并且又有新的恋情开始 所以呢 金牛座结束 即以迎接新的开始的恋爱运 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双子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重要提醒是 要注意一下你的银行的账户 那么记得呢 去随时刷一下你的本子 看看有没有错误灯载的现象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字 在这一周是平衡啊 平衡什么呢 平衡你的工作时间 以及你的休闲和运动的时间啊 这彼此呢必须要平衡啊 不能够当作变成一个工作狂 而忽略了你的休闲 跟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啊 那么四座朋友 给你的关键字有三个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玩乐 一个是享受啊 那么在这方面的运气 都非常好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字是父母 还有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 什么意思啊 就代表说这一周 你要多关心你的父母的健康 小孩的健康 同时关心一下你的家人啊 是不是需要你的帮忙啊 那么这个处女座的朋友 感觉上是一个 需要为家人付出 更多心力的时刻啊 那么天明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字是 损失金钱啊 那么代表说这一周 你会买很多东西 而且都是贵的东西啊 比如说家电啊 家具啊 或者甚至想买车子啊 所以呢是一个 损失金钱的状况 天蝎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给你的关键字 是电影啊 还不错哦 你可以去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呢 看恋爱的电影 或者是看恐怖的电影 都非常适合你哦 那么射手座的朋友 这一周给你的关键字 是朋友跟同事 什么意思呢 你对于身边 有一个说话比较夸大 或者是说话 没有办法履行 他的承诺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呢 你感觉到反感哦 那么摩羯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字是家人哦 那么你要注意 跟家人之间的意见的相处 因为你跟家人之间 总是处在意见的对立面哦 所以呢会有冲突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字是暂缓哦 什么暂缓呢 是一个关于花钱的计划的暂缓哦 所以呢你可以想想 这一周会不会有些 原来本来要买的东西 结果呢你觉得要暂缓哦 那么双云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 是跟主管的不和 那么这种不和谐的一些工作的气氛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哦 所以呢也影响你的形象 也影响你的情绪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的 12月6号到12月12号的重要形象 以及12星座的运势分析 给大家做参考